歡迎來到深圳中 深介紹的關心的是 用火雞肉來包肉粽的 爆出什麼滋味的 這是家紀七歡喜利下 民生社區發展協會 慶祝團夥子 專程用火雞肉來做材料 在當地修律 將材料的高河基盤 就出賣的包肉粽比賽 邀請六歲團體來體驗 這位火雞肉粽 沒錯 理事長有創館中 獨一創輸 將家紀七在地的美食 火雞肉粽加一片肉粽 可以說是全國收藏口味 我們常常有創意 就在放贏 目前當地沒有火雞肉粽 家紀七歡喜利在地獄 電修局 跟職位 在每年的團合作 都會基盤慶祝活動 去年的燒肉粽比賽 今年將以火雞肉粽 湊於盯頭 將在六月九號 邀請家紀七 畜生團體來體驗包肉粽 為什麼會用火雞肉來包肉粽 因為要突然說 我們家紀人說 家紀出產的名產是什麼 就是火雞肉粽 那麼我們的社區就說 在後火雞肉粽以外 我們可以來包肉粽 所以我們不是中主 人家一般包豬肉 我們來用火雞肉來包 我們包起來也很好吃 所以說我們這個社區 包這個火雞肉飯 第一要讓大家知道 我們家紀的特產就是火雞肉飯以外 還有一個肉粽在的 這個肉粽就是由我們關西民生社區 來收包的 我們禮拜六月找到 我們真的有來辦到一個 爸爸長的這個粽味的比賽 這個爸爸長粽味的比賽 我們還有就是結合到 我們邀請我們家紀七 所有的六世團體 他們都來參與 我們要讓他們參加這個粽味的比賽 就是盲人也要來包肉粽 我相信這些盲人朋友 他們一定不需要去考慮 我們家人有機會來包到這個肉粽 尤其是就是火雞肉粽 慶祝活動在10點就開始 希望你任兵人會來做健康檢查 中島將基盤處理性包肉粽 邀請附近盲人 集中職勢朋友來提供 歡迎斷五次氣氛 立正有電視局 希望這個活動來中社區的愛 立民的愛 我們趕快出席 關心到主心的角色 主要幫助朋友 尤其是新聞蔡玉龍和蔡宏報道